今天是春分代表阳光直射地球赤道 全球昼夜等长 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 今年春分时刻在上午11点06分 是相隔128年来最早出现的春分时刻 而且变角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96年 天气逐渐回暖 24节气中的春分今年落在3月20号 由于地球有倾斜角度 春分指的是太阳通过黄道与赤道交汇点 也就是春分点 这个时刻太阳直射赤道 这一天太阳从正东方升起 正西方日落 全球昼夜等长 而春分过后 北半球开始进入昼长夜短 不过春分点并非每次都相同 今年创下百年来记录 实际上太阳运转一年 大概要365.2425天 春分点在每隔四年一顿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再提前 还会有地球的税差 也会造成春分点的前后移动 根据天文馆统计资料来看 今年春分时刻在3月20号上午11点06分 是从1896年后128年来最早的春分 这代表北半球的人将更早感受到 进入昼长夜短 而变造趋势将持续到2096年 到时候必须大动作调整立法 假如你没有去做修正的话 它势必它立法跟实际的太阳的运行会越差越远 然后四年一论 百年不论 四百年再论这种的一个质论的一个规则 来加以修正它 而根据气象属资料 今年春分清晨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全台最低温出现在基隆七度8.9度 白天过后水气减少 各地多云倒行 不过下周二可能又会有封面通过 民众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要想与余林宇台北采访报道